黄山城坎这个地方 其实我来过很多次了 但是从来没在城坎住过 城坎是一个特别文化的地方 然后我也听说 这个民宿的主人也很有文化 他是苏氏的弟弟苏哲 也是一个大文豪 是苏哲的后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可能是一个文化体验之旅 这一次白宇回到了最熟悉的安徽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 来到了黄山脚下的城坎古镇 即将入住一家 充满浓浓的晖州古韵 和文化氛围的民宿 树德堂 这次的民宿之旅 又会有哪些独特的记忆和体验呢 小白 你好你好 苏统姐对吧 对小白你好 欢迎 你看就是精英女性 哪里哪里 这位干练的女士 苏统就是树德堂的主人 宋代大文豪苏哲的后人 也许大家对于苏哲并不是那么熟悉 但他的哥哥苏东坡 那句快智人口的水稻歌头 还有那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捐 现在已经成了经典的 祝福爱情美满的词句 但其实这句话 是苏东坡因为思念弟弟 特意写给苏哲的 苏彤的祖辈都是徽商 自己也有二十多年的从商经历 六年前他偶然来到城坎 开了民宿 只被还原儿时记忆 却无意打造了一处诗画田园 于是生活也从忙忙碌碌 切换到甜蛋自主 以民宿会友不亦乐乎 这个是城坎的大门口了对吧 对 那游客是从哪儿进 从左边 咱们的民宿呢 右边的这个小门 这小门是民宿 这么小个门 对 推开就是我们的民宿了 就来看一下 这景色都你们家的吗 但是我们只是这一半 那一半都是景区 就当时隔开了 让小白惊呼的是宛如诗画的绝美画面 一侧是鸟语花香 生机盎然的一汪池水 一侧是连成一片 古朴淡雅的灰式建筑 小桥流水 粉墙带瓦 眼前的这一切 让人仿佛穿越了时空之门 误打误撞般 闯入了一片 灰州顾梦的隐世桃源 本来倒就树德堂 都慕名而来的嘛 然后看这小门 心凉半截 然后门一打开 哇 双倍惊喜的那种感觉 就我刚才进来的 一沙大像什么像 有人就把一幅画 给我打开了 很多人说 苏德堂是可以经营四季的地方 春天的时候呢 平静的湖面 夏天的时候是荷花满堂 到了秋天的时候呢 是藏河 非常有意境 冬天的时候有冬雪 苏德堂 灰州古运的绝佳地点 如果说民宿主人在外部建筑结构上 完整保存了灰州古建的特点神韵 那在房间里则做了大胆的突破 只为让慕名而来的旅人 有一份舒适的入住体验 哇 这还有个门中门 我们在这里做这栋房子 它只能局限于我们做改造 我们不可以做重建 灰派的宅子有一句话叫做 一步进房 两步上床 三步钻墙 因为我们想给客人更大的舒适空间 所以我们牺牲了很多面积 把一些房间做了一些改造 实际上 舒德堂是苏彤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将旧式徽派民居改造而成的 所有门窗及古建筑房屋架构 都是由当地的老工匠亲手修复 这边是一个观景阳台 可以看整个城汉的水口 这事也太好了 夜晚的舒德堂安静祥和 虽然夜色微凉 小白和苏彤却疗性正浓 苏彤姐 是不是很多人都问过你 你家为啥叫做舒德堂啊 特别是这舒字太难写了 什么意思啊 这字 舒的意思是即时语 还有一个意思是住 不断地注入的住 哦 对 舒德堂这个名字 是我们家的一个老的堂号 之前我都听说您是这个 苏哲的吼的 真的 是真的 这上有吗 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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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他们这是一辈的 对对对 苏哲 然后这是他弟弟 所以苏哲在苏哲前面 旭谱之第一代始祖 他从这里开始记录起来 一直记录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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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只 一只 记录下来的 哦 看到了 童 我妹妹叫魏 苏魏 对 苏童 好文艺啊 这两个字 我看这都写着 这是几世几世 您是苏哲的记 多少代啊 第38世 这厉害 就我往这一坐 我也挺荣幸的 我回家我也得查出去 万一我是白居易啊 对吧 有点什么关系啊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看家谱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仿佛在翻阅之间 就能与先祖对话 千年一驾如在昨日 成坎 古名龙溪 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早在宋代 就被理学家朱熙赞誉为 江南第一村 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 明清古村落 有一百五十多处 明清古建筑 因而也被称为国保之乡 要想了解灰派建筑的精髓 来这里就对了 在小卢的指引下 小白遇到了熟知成坎历史 和灰州古建的黄老师 黄老师 你好 欢迎来 许会许会 这传说中的成坎老黄 接下来就是由我带领林润 我们成坎古名 从这边走 从这边进去 来到这里 就是我们成坎那个最大的寓意的东西 平安坎 叫平安坎 一祝你来到成坎 过了这个坎一盒 把坎坎留下来 把好运带回家 在黄山有句俗话 灯黄山天下无山 由成坎一生无坎 因而来到成坎 入村的第一步 就是卖过平安坎 寓意跨过勾勾坎坎坎 一生平安 跨坎怎么跨 跨坎有文化 有文化 叫南左女右 这个一定不能采坎 我们来一起步路 成坎这个平安坎 你看南左 过坎无坎 把坎坎留下来 把好运带回家 好嘞 一生平安 一生无坎 美好的祝福已获得 走进小巷 成坎的徽派建筑之旅 才算真正开始 这个成坎的历史文化 比较悠久 我们这个村庄 最鼎盛的时候 这里面保留了 还有元朝 明朝 清朝的建筑 白老师你看 咱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前面走的黑房子 它就是我们明朝的建筑 最高处咱们看见 它有一撇一纳 这个人 那么人词里面 它有一个寓意的 它叫人丁兴旺 人才辈出 人词底下不是一个川眉 是一横 然后一个小窗户 又像个壳 壳 对 很充满 对吧 对 这么整个年起来 就是一个壳 叫人壳壳 为什么叫壳呢 古代它寓意的 家壳忘信心 和家荒落 在这村里面 我遇到这人字的 就是明朝的 对吧 没错 那么清朝的什么呢 它就是叫马头墙 了解了徽派建筑 不同年代的区别 三人继续往古镇里面走 黄老师介绍 城坎虽不大 却有着三街99巷 每条小巷都有典故 背后都是文化 走着走着 一条狭窄的巷子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它是99巷里面呢 最窄的一条巷 对啊 这小巷子 对 三个儿都走不下 走不过去 这条巷就是叫一人巷 现在我踩了这个石头啊 它叫千让石 这怎么千让 古代呢 讲作四礼 尊礼 重礼 手礼 心礼 如果走到这里 地面来这个老人 怎么办呢 我往这儿摘 是吗 对 你摘的这个姿势呢 还不对 我这躲开不行 躲开不行 对 你看我们这个 而且呢 还有个小手势 给你大大年长的 这个老德琴 这个石头呢 体现了中华美德 代代香肠 我们会做的人性化 来 黄老师 咱俩试试 您走我后面 然后我给您切上去 不 你看 今天你是客人 不 那您是长辈 对吗 对不对 您是长辈 小伙子好 黄老师好 我就往这儿移上 黄老师请 谢谢 谢谢 对吧 是不是这样 这晚辈很有礼貌 就是这样子 不断着它 互相的客套 古镇 老街 旧居 行走在石板路上 如同穿越时光的隧道 体会的 不只是灰州 古式建筑的匠心 还有深邃的传统文化 和淳朴的浓浓香情 如果把城坎古村 比喻成一套做工精良烤旧的茶具 那么树德堂便是茶具中的茶宠 反复在文化这道茶汤的冲刷下 泛着优雅闲净的柔光 而城坎村又怎能缺少这文化的茶汤呢 那深厚的灰州文化 随便拿出一个 便是上下千年的排场 就像这位挥笔的传承人 笔锋回转之间 那种讲究和气派 就自然地流淌 像我们做笔呢 它分三个工序 第一个工序就做这个 叫笔头 如果是我们按传统的工艺来说 它有72道工序完成 做一个它就72道工序 对 我记得我刚开始 学做毛笔的时候呢 做这个笔头花了有三年时间 三年时间做一个笔头 对对对 那我还有必要在这做着吗 我们今天不做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 对 这个很复杂 幽默的杨老师一上来 就吓了小白一跳 虽然不做笔头 但制笔的后两步 给笔杆打孔 给笔头上胶定型 却一个也不会少 挥笔以尖 圆 齐 剑 文明 讲的就是笔尖如刀 笔度浑圆 笔毫整齐如线 回笔恢复迅速 而实现这些要求 有一个关键性操作 特别重要 第一步我们先把它上胶 就是这样的 就这么随便弄 对对对 要带点力量 哎呀 过瘾 别多给它捣碎 这一步也是最解压的一步 然后我们要什么情况呢 就是乱七八糟的这种 就合格了 你要太漂亮了不行 然后我们弄完之后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了 怎么帮助啊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拿住了 不让它动就可以了 好吗 注意看啊 这个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很难啊 笔头一定要贴着根部 放到绳子上 再转一圈 对对对 然后轻轻的这时候松的 把它推 推到头 然后你那边不能动啊 一定要对 然后这时候是拉紧 这是一个巧劲 一定不能太大力啊 然后拉紧了之后怎么办 转 绳子一点点的出来了 用这个线把这个多的这胶给它挤出来 对 哎呀高级 高级高级高级 就重新了 你来试一下 我来跟你做骨头 贴着边 对 转一圈 你这只手不用力 这个笔可以往上推 直直地推 他怎么没上来呢 你没有往后拉 就是转往后拉 转往后拉 要同时进行 最后得慢一点 不然全部就炸开来了 但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 没有成功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哇 还有我给他看了 但是还不错哎 基本上做就完成了 还有一个工序 就是也克服 哎呀太好了 自己亲手做的一只毛笔 看 哀语之笔 庚子春树得堂 庚子年所有的不如意 一笔 勾销了 我们都说五文弄墨 看到小白做成的笔可以五文 接下来自然少不了弄墨 而城坎村身处人杰地灵之处 那文化的茶汤里 又怎能少得了灰墨呢 现在给你们去看一下 土花点烟 点烟 对 那上面是个碗是吗 对 把桶子榨出的油 然后倒在这个碗里面之后 他用这种敦心草把它点完 这个碗盖上 它里面的油烧完了 烟停留在碗里面 我们再把这个烟刮出来做墨的 要想制作出一款地道讲究的灰墨 真的是工序复杂 用料考究 古法治墨 便是在这样的流程中 一代代地传承着 给无数文人平添了灰墨的豪情和资本 不敢下手 没事 下去 那你看它描得很好的 我小时候学过点国画 工底的在 工底倒谈不上 完了 一表扬我这画出去了一点 骄傲了 周老师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不能描出边 对 这得慢工出细活 完成 你远看 看不出什么下次来 八十分可以了 八十分了 体验完了笔和墨的制作 接下来就是纸了 这里白宇即将体验的可不是宣纸的制作 他即将见到的 是一位仅靠双手就能把纸撕成书法作品的大师 蒋静华老先生 你能想到这些囚禁有力的书法 竟都是他以手当前 以撕带写创作出来的吗 蒋老先生也是树德堂的常客 今天小白有幸和他学学 如何手撕书法 那么一波三折怎么来呢 就奇迹就来了 奇迹就来了 那从这开始越来越窄 看到吧 这样看得出来吧 一个凹 你把这边改成尖的 这就是标准的中国的书法 义字 我都看到那笔锋的那个感觉了 是吧 就四字的精髓应该是什么 首先叫字在心中 第二个叫意在首先 就是我手到之前 我就意念必须先到 否则你一个字还好 一串字你怎么办 字在心中 意在首先 然后心手合一 信手拈来 就其实我觉得撕出个字来 并不那么难 关键您的撕出来的 就跟书法写的字似的 这个厉害 严格意义上说不叫撕字 撕书法 叫撕纸成书 得到手撕字心觉的白语 也想尝试自己撕出一个简单的小作品 而蒋老师的手也一直没停下 在二人的交谈中 一幅精美的手撕字作品逐渐成型了 我的名 撕得太好 还是可以 是不是 两个字连起来撕 还有点章法呢 给你点赞 谢谢姜老师 所以你看人生就得不断学习 正好这是一个对脸一样的 桃花十里 就春风一家 其实我一首诗也是这么说的 来到黄山体验晖州古运 美食更不可错过 今天苏彤要为白语准备一场 醉剧晖州特色的春日宴席 要想吃到这些美食 当然也要参与其中 于是小白早早起床 向老师小卢取习春宴中 当地的特色美食 被寄予人丁兴棒 福寿双全好彩头的人丁饼 火面是制作人丁饼的第一步 开水将米粉烫熟 经过不断揉搓 形成一个光滑的粉团 极告成功 热乎的 像一大碗弄人的感觉 手感特别好 我觉得这模具好像 就都得开裂了 他家一直用的 一直用的 这感觉比我岁数都大 所以说这人丁饼 也是历史悠久的对吧 对 来辉州就是说 不可不做的就是人丁饼 这是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昨天有个大花 太好了 团圆 这个呢 这就是树桃 健康长寿 小白在小炉的指导下 先撒面粉 再把揉好的面团 分成合适的大小 放入模具中 然后轻轻一敲 一个又一个充满祝福的 人丁饼就成型了 人丁饼全家福出炉了 茶室里茶艺老师 已经开始准备春宴上的茶席 安徽的四大名茶 黄山就有三个 黄山茅峰 太平侯葵 和奇门红茶 每种茶的冲泡方法 却各不相同 清明前的黄山茅峰 取一叶至于玻璃器皿 茶芽在水中舒展泡腾 颇有一叶之春的韵味 太平侯葵 被称为绿茶茶王 玻璃直升杯冲泡 温润泡起 兰花香浓郁 而奇门红茶 需要用紫砂壶冲泡 茶汤红艳 果香扑鼻 滋味醇厚 当然黄山贡菊 也是宴席首选 贡菊被誉为菊中之冠 四大名菊之首 贡菊的冲泡 也极为讲究 一朵菊花一盏茶具 大朵菊花在水杯中样开 明艳夺目 美不胜收 随着一举古筝拉开序幕 春艳的各式菜品 一道道呈现在大家面前 春风拂面 春色满园 春艳也正式开始了 哎呀 这春艳这么丰盛啊 我看到我的劳动成果了 苏同姐也特别费心了 春天来了 我们吃一席春艳 一年自己在雨春 一年的美好都在这个宴席上 一席春艳 春色盎然 苏同精心搭配的菜谱 几乎都与春呼应 刚刚瀑涂而出的春笋 春日生发的新茶 香野间采集的春日野菜马兰头 月落后新摘的香蠢 和春天里民宿独有的紫藤花炒鹅蛋 从田间地头到农家厨房 只有一个小时 再经过厨师的精心烹制 共同构成的宴席上 红色生香 春色撩人的美味 咬下一口 就好像把整个春天咬在嘴里 春天的气息就这样扑面而来了 实际上今天呢 我看这个春宴啊 就是儿时的感觉 我们小时候呢 清清自然 食令的一些菜 春天的菜 现菜 现做 所以我们这个吃春天的菜呢 有一个寓意叫咬春 咬春 对 用嘴巴咬 把春天吃到了 咬春 对吧 来 开始咬春 我尝尝这个 煎蛋其实是有点腻的 配着这个紫童花的这个清香 就一点都没有了 春天这套宴席 我设计了一道包袱饺 包袱饺 灰州有一句古话叫 身在灰州 前世不休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灰州的人很早 要不出去经商 要不出去学手艺 在出门之前呢 都会吃一道包袱饺 还有一个寓意 就希望你在外面有包袱 这个饺子的形状 包的就像是包袱一样 落叶归根 荣归故里 我也有我的意 我这是什么意呢 是古灰州的盎然春意 也是树德堂的诗情画意 是您的真心诚意 是我的顺心满意 讲得真好 来 为意咱们干一杯 讲得真好 为事意干杯 树德堂 一个满足你对灰派老宅 所有想象的地方 不仅是因为 如是如画的建筑与风景 更因为文墨飘香 是意甜淡的氛围 生活可以慢下来 可以很精致 也可以春意盎然 充满希望 当生活再次重启 无论你在哪里 都值得为这里 定制一场 失忆的旅行 树德堂民宿综合测评 准五星 民宿整体体验五星 民宿生活体验五星 民宿周边体验四星半 民宿美食体验五星 民宿交通服务五星 这期待超越着早起赶路 从北京飞到昆明的一路疲惫 我终于已经到了 昆明的长水机场 因为在飞机上睡了一觉 所以我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 这期待似乎也超越着 从机场抵达民宿的 漫漫车程 我都感觉我睡了好一觉了 所以说真的还是挺远的 听说这边这个民宿 特别有特点 在这个梯田上面 那得什么样的 这次的民宿 位于云南红河 哈尼族遗族自治州 这里多民族聚集 自然资源丰富 而盛南口中的梯田 就是位于云南红河 惊艳世界的文化遗产景观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让我们飞起来 看一下这令人震撼的梯田景观吧 哈尼梯田地处 埃劳山系腹地 最高海拔可达2000多米 地势陡峭 为了生计 勤劳智慧的哈尼族人 在山地不断地开垦 耕田 种植水稻 历经1300多年 生生不息的雕刻 形成了今天 总面级约100万亩 上下落差 达3000多级的 梯田农耕文明器官 这是一项 以天地为画布 以人类双手为工具的 大地艺术 2013年 哈尼梯田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而我们的体验官盛南 即将入住的 元舍阿者科民所 就位于哈尼梯田的 核心区 元阳梯田之上 岂不说元舍如何 就拿他的邻居 阿者科村来说 宛若世外桃源 引得五问西东 等多部电影 静香取景拍摄 究竟这是一个怎样的 元阳梯田 怎样的一个阿者科 又是一个怎样的元舍 让我们跟着圣南 来一场原始 而又奇幻的梯田之旅吧 还有140米就到阿者科了 太美了 来来拍个照片 看 天好蓝 像画一样 虽然我刚才在车上 真的好累 但是看到这么美的风景 直了 我们现在先去找倩倩 她帮我订好了房间 那小门 好元生态 骚 哈喽 是倩倩 是男是吗 对 网友终于见面了 见面了 路途下辛苦了 还好 你这衣服好有特点 这个是哈尼族 少数民族的一个服装 做了改良 能骗戴人穿嘛 感觉会比较合适一些这样子 好看 我有机会穿吧这次 肯定有啊 一定带你体验一下 太好了 徐倩 原设阿者科的主理人之一 一个地道的云南姑娘 因为从事旅游管理工作 并且热爱旅行 90后的倩倩 今后在十个不同的城市工作 四处游历了五十多个城市 但倩倩说 云南人是家乡宝 出去来还是会回来 所以在2018年 倩倩回到家乡红河 来到原设阿者科 要把家乡的美景和文化 分享给更多的人 小心 我们这边都是石子路 对 然后我发现 这边的房子也特别有特色 它的屋顶 应该是那种草边的 好原生态 咱们这边的话 它是借助于咱们哈尼的一个特色 就是蘑菇屋 蘑菇屋 对 我们在蘑菇屋的基础上 做了一个改建和设计 原设阿者科民宿 一共有五栋 具有当地特色的蘑菇屋改造而成 取材于山间的茅草 编着而成的屋顶 形似一朵朵展开的蘑菇散盖 而下方结结实实的三层居住空间 则是纳笔直的蘑菇饼 墙体外观保留了当地建筑的夯土 和石块元素来做装饰 内部则以水泥和钢架加以支撑 既冬暖夏凉又结实耐用 我刚才走过来发现 每一栋门前的这个门牌都不一样 你看这个是阿乌拉 钢架还有迪路多 你看都是不一样 这个是少数民族的语言吗 对 汉语都用蒙的意思就是说 想家 想家 想家了 对 不想家 阿乌拉的话是咱们的回到这里 所以刚刚不想家 实际上是回家了 所以不想家了 对吧 阿娜家的话 她的意思是说 吃一块肉 适合我 吃火是吗 我要住这 迪路多 喝一口酒 也适合我 吃肉喝酒吧 对 阿格星 阿格星的意思是说 看星星 看星星 咱们这边是非常非常适合 看星星的 我们去阿乌拉 看一看您在哈迪天天边的家 小心台阶 来 您看一下里面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很简单 很复古一样 很现代 就是这叫什么工业风 进入原设的房间 这和盛南之前想象的原生态 简直大不相同 原木色的家具陈设 朴实舒适 搭配工业风装修 现代而又简约 一二层的每个房间 都配有全景落地窗 一拉开窗帘 梯田美景尽收眼底 我们脚下就是梯田 对 就是梯田 人家说海景房还要离海边有段距离 我们这离得这么近 小心台阶 我发现这个顶特别有特点 特别原生态 这个就是咱们的茅草顶的内部的结构 可以看到 对 所以我们是保留之前的建筑方式 咱们就是一个卧室区了 就感受一下 完全分开 怎么样 好舒服 二层的部分房间 与三层阁楼房相连相通 做成副式设计 最适合亲子家庭入住 阁楼顶保留了蘑菇屋顶 经典的散状构造 你看这些梯田里面 你说会有鱼吗 有啊 真有啊 对啊 要不要咱们去抓鱼安排一下 就我们能抓到吗 能抓到呀 我让我们的普斯大哥带我们去 怎么样 这从来没有过 体验一下呗 可以可以 好啊 入住安顿下来 其实如果天色不晚 是应该先去领略一下 这梯田随处都可以被用作 电脑桌面的美景的 尤其是这么美的冬日晚霞 一定不可辜负 那就抓紧在梯田上走一遭吧 等一下 我跟不上你的脚步 我们小分队都在后面 你看菜头走得太快了 菜头 原设阿哲科的另一位主理人 民族里唯一的飞云南人 长在广东 工作在香港 菜头厌倦了会计座的都市生活 他开始亲近 记录自然 看到庄美的梯田 爱冒险的菜头 决定给自己几年时间留在这里 慢慢感受和记录这里的一切 好美 一会儿给自己晃晕了 刚放学的小饭 我们在这边走 隔壁是五只鸭子在旁边走 你看有鸭蛋 真的 还真的有 而且运气更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剪到差不多十个吧 你吃过折耳根吗 吃过呀 你看那一个就是折耳根了 以菜 鸭蛋 冬天的梯田 不是给人们馈赠着小惊喜 菜头说 观赏梯田最美的季节 永远是冬天 休耕注水后的梯田 仿佛一面面躺在大地上的镜子 近景照射出天空 太阳 云朵 肆意变化出的颜色 一天之内可见变化万千 时而清冷淡雅 时而热情浓烈 菜头带大家来到了一处梯田上方的草地 这是大家发现的 观看梯田日落的最佳地点 好美啊 请不吝点赏 在圣南 倩倩特意交代了大厨 朴师傅 做一道当地特色美食 五色花米饭 五色花米饭在云南很常见 从逮家集市 到苗家街口 可能都能寻到 但梯田上 哈尼人家的花米饭 可有着自己的讲究 除了糯米原本的白色以外 其他染米的四种颜料 都是取自于当地田间的植物 这个叫红尼亚巴 红尼亚巴 普通话又叫什么 没有 只有哈尼亚巴 哈尼亚巴 对吧 对对对 染出来是什么颜色 这个是紫色的 闻到味道没 炒到那个香味 那这个香味会不会就融到那个糯米里面 会的 所以说这五色米饭不只有一种口味 那普通的就是染的就是不一样的 对 是对的 这叫什么呀 红尼亚巴 红尼亚巴 这个是滑色的 这个这妈妈妈的就会不会 它就会变成那个黑紫色的那个 不像我平时喝那白兰根那药那味儿 我衣服的这个味也是这个味 是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这个有巴拉给扔的 真的假的 真的吗 你闻一下就出了 这衣服原布料它是 是不是 那您这一年四季不会感冒吧 编作编聊中 黑 黄 紫着三种颜色的染料完成了 而最后一个颜色原来是个混搭色 所以说我们第五个颜色不是单独一种 草木灰和这会儿蒙 就直接让它俩一融合一调就行了 调好就行了 熬制出来的各色汁液过滤后 分别将白糯米倒入 并浸泡至少两个小时 均匀上色后 再把五色米上锅蒸熟摆盘 一盘香喷喷的五色花米饭 才算正式出国 哇 五色米饭来了 这个味道稍微浓一些 和那个 不过身上的味道很像 对 那比我们平时喝那个 白糯米 那好吃多了 白糯米好吃多了 来到圆设的第二天 清晨的阳光洒进童话花园般的院落 对面的梯田 好似一幅静静的山水田园画 圣南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暂时地剥离开城市的喧嚣 在这里沐浴阳光 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舒展 放松自己 毫不惬意 下午倩倩要带着圣南去旁边的阿哲科村走一走 这是一个被称作世外桃源的哈尼族村落 是哈尼梯田遗产区五个生遗重点村落之一 阿哲科是哈尼鱼 意思是华竹成片成林的地方 海拔一千八百米的阿哲科村 背靠哀劳山系 村角是梯田和云海 山泉穿村而过 形成了森林 村寨 梯田 河流 云海 融为一体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阿哲科也被称为云上的梯田人家 那是什么 牛 水牛 水牛 我很怕他们会顶我 不会 不会 妹 咋转弯了 阿哲科有160年的历史 在这里生活的世世代代都是哈尼族人 走进阿哲科村 原始和质朴的气息扑面而来 原始的生活劳作 原始的街巷房屋 传统的民族语言 对于从小生活在都市的圣南来说 一切都是那么特别 现在在咱们右手边这一栋的话 就是咱们阿哲科村里面最传统的一个蘑菇屋 下面这一层主要是养生处 29 29 29 给大家吃了 对 20的话其实他们的主要这一层的 他们的一个生活起居 住人 对 住人 然后顶层的话 晒的就是 对 是的 晒谷物 它在这边会有一个小笑话 就是说如果不会盖蘑菇房的哈尼人 他们是真正的哈尼人 对 村里六十余栋蘑菇房 是圆阳县保存最完好的哈尼族建筑群 相传 哈尼族为躲避战乱 迁徙至红河高山地区 祖先们看到漫山遍野生长着 大朵大朵的蘑菇 他们不怕风吹雨打 还能让蚂蚁和小虫在下面坐窝休憩 他们就比着样子盖起了蘑菇房 去哪里看 就是我要带你来看的火塘咖啡 也就是咱们蘑菇屋的原型 你看到呗 哇 中西河壁 对 甚至没想到古村里面 会有这样一个咖啡馆 对 好 好听到歌声 声音对吧 咱们去去看看 小心哦 一头一头不睡 庄家什么 有的吃什么这类似 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细节 炮子就是田里面的那些东西 早早什么都是男的来吹 然后地的话是女的来弄 对 这就刚才歌词的意思是吗 对对对对 原来这样 我听不懂歌词的时候 我一进来 然后整个人就感觉 静了下来 对对对 那你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哈尼哈巴 哈尼哈巴 汉语译为哈尼谷歌 用哈尼语演唱 是哈尼族一种 庄重典雅的古老歌唱调识 沧桑的歌声中 传唱着哈尼族 从古至今的生产 历史 婚丧等各方面的内容 被誉为哈尼族 无文字的百科全书 2008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菜头说 马老先生会唱的哈尼古歌 多到数不清 也许几天几夜都唱不完 这深沉幽远的哈尼哈巴 正是对哈尼族朴素惊人 神秘智慧完美表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南我再带您去看一下 我们店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活动 林芝 哈喽 哈喽 你们来了 这位是咱们本地非常棒的秀娘 林芝 你好 我看 林芝好 您知道她是咱们本地的遗族 这两位是 这位是我的妈妈 嗨 二位是我的姨妈 梅姨好 两位一看也就是很厉害的 绣了很长时间的绣娘 我看她们手法很娴熟 对 她们从小就开始绣 像我也是小 从小就跟着她们一起绣 所以就非常喜欢 跟妈妈学的 在这里 不管是哈尼族还是姨族姑娘 都会从小跟着妈妈学绣工 在江西服装学院的 服装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 林芝回到了家乡圆阳 带着妈妈和姨妈 这样的老姨贝修娘们 发展自己的民族服饰和刺绣事业 我觉得身上的衣服好好看 这个倩倩这件 好像又留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她的那个颜色好艳丽 我们这种是姨族的 然后那个是哈尼族的 哈尼族就是以黑色为主 姨族的话就是各种彩色 蓝色 粉色你都有 她们是以黑色为高贵的颜色 在很久以前 她们的牙齿都要涂成黑色的 就是代表她很美 那是不是人的皮肤越黑也代表 越黑越嫁得出去 因为她是一个勤劳呀 勤劳的想象 对 那我适合来这儿 反正我也不白 不同于哈尼族朴素庄重 姨族的服饰 重在鲜艳缤纷 银色多彩 配饰灵动活泼 还有华丽沉淀的银饰 铃芝穿上自己的遗族婚服 银饰捧出清脆的叮叮当当 隆重地透着活泼 现在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铃芝她们改的 就是比较 像肚东 小吊袋 好好看 倒好试一下 好 一定要趁她再试一下 这么美的服饰 当然不能只穿一次 现前邀请盛南穿着民族服装 参加晚上的火堂烧烤 火堂烧烤最重要的食材 就是来自于 这梯田中盛产的稻花鱼 可是这鱼还没开始抓 盛南连走路都放得难 走 我被定住了 还好有蒲师傅 这个鸡吓得了厨房做菜 又住得了梯田捕鱼的绝顶高手 这里的梯田鱼属于人放天养 鱼儿吃田里的淤泥和稻花长大 肉质昙华 味道鲜美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也正是这靠天吃饭野生性质 让鱼儿们练就了灵活的行动和身姿 这可让第一次在梯田里 徒手抓鱼的盛南南上迦南 等我玩 两种 看她停了 停了 抓头 抓匪不行 我问题是追不上她的头的速度 一二三 鱼儿 鱼儿 头和北一起 你回来 回来 这边筋疲力尽的圣男一无所获 可旁边的朴师傅却轻松得很 我抓的话就比较轻松了 看见吗 看见吗 是不是我就勤的感觉 来吧 我抓的话 你看我抓的话就比较轻松了 你看 是不是 要不你来再试一下 我摸到他了 抓他的头部 头部塞在那里 鱼塞在那里 对 这有可能就是我后来抓的那一条 很有可能 不是很有可能 一定是吗 是的 对不起啊 小鱼 这一天在这边体验了很多 曾经都没有体验过的 比如说第一次就是看那些民族服饰 然后自己动手去绣 刚刚说今天咱们把这一身穿上 我今天穿上这身 坐在大家中间 我才觉得 哇 跟大家 对 是融为一体的 因为大家都穿着这个民族服饰 然后在当地 在吃当地这些食物 我就觉得 这样的感觉才是对的 看到一会儿 快 stein to take a better workers 很好吃 很嫩对吧 快快快 带鱼 快快吃 穿着当地的衣服 吃着当地的美味 和当地的人 围坐在火堂边 聊着这几天的趣闻 大家一起笑着 闹着 盛南仿佛不是一个远道而来 只待了三天的客人 更像是大家的一位老友 而这里也不仅仅是盛南的一个落脚处 更像是一个彼此温暖着的港湾 欢迎来的朋友 Honey人家请就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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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人家请就欢迎你